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求你拜你, 你千萬不要爬出來 雖然我已經有頭債有主 但是如果你學死了我 還有哪個燒衣紙給你 原來是你 什麼…我 你還想走?我們什麼都聽到了 原來徐宋慧是你殺的 你一定是去把我們帳房偷錢 才有錢買古玉, 你跟蹤我? 你別怪我, 夫人 是你自己做錯事 心虛露出馬舊才惹人懷疑 雲子就當你情童姐妹 現在她做了你代罪羔羊 你居然可以繞雙手, 任由她死 你是不是人? 你快點說出真相了 說吧… 那天我趁你睡了之後 我就上房去偷錢 結果出來就被我撞到她 然後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談判 結果婚裝不聞就打起來 你是用什麼殺死她? 發箭 不知道發箭現在在哪裡? 就藏在一棵樹下 你別打算走 自從我殺人之後 我就每晚都睡不著 我整天拍著她 不知道在哪裡沒有… 哥哥, 何止? 徐淑薇這輩子都跟著你 找到了 好了, 現在證據確鑿了 你什麼都不用說 我們抓她見官 走… 走 原來真兇竟然是蘇夫人的好姐妹 柳月娥 真是風迴路轉 幸好蘇大人竭而不捨 蘇夫人才能夠沉緣得雪 應該是說朕有先見之明之真 是朕堅持要囚禁著蘇夫人 好讓真兇鬆懈, 龍出馬腳 皇上這一招隱蛇出洞 又確實是高明的 那個想心一層 柳月娥是真兇這件事 朕還有點懷疑 你說會不會… 聽說殺人之木砧已經找到了 查案的事就交給刑部 聽說? 你是不是去見過蘇東波尼? 琴昌很聽話 上次皇上說琴昌不方便去蘇家 琴昌沒再去過 皇上, 我們水隻樓的管家 以前就是科大養者夫 所以我家主有人就知道 就知道了 原來是這樣 為何之前沒聽你這麼說過? 那人家的家事我說來幹什麼? 這些才重要 對了, 這杯碟合不合你意? 皇上選擇的, 琴昌也喜歡 朕, 真的很想立飛那天快點到 到時候你就永遠都屬於朕了 娘 阿麥 我很想念你 我也很想念你 為什麼你會瘦了這麼多? 不過不要緊 我今天煮了很多東西給你吃 真的嗎? 真的 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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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嫂, 三嫂 三嫂 回來就好了, 擔心死我們 二嫂, 不知道柳月娥現在怎麼樣 無緣無故為何提醒柳月娥 之前見她去探望二嫂你 還以為她真心改過 誰知道又是死性不改 老爺, 你知不知道誰審這件案 你可不可以幫月娥求情? 二嫂, 她差點累到你要斬頭 你還幫她 但你怎麼說 我也是跟她從小玩到大 夫人 現在證據確鑿 她是罪有應得的 就算判死人也好 好了, 她是救入自取 沒有人幫到她 娘, 你別不開心 娘, 別說 我剛才做了這個給你 我是用兩件棉 領上的毛來做給你 你以後不用再霸凍了 謝謝 姐姐, 阿埋真是又乖又低石 難得二嫂你平安無事 過兩天我們去還神 上面做個伏 好 好, 阿埋真是不吭吭嚇你一驚 想不到那個兇手就是柳元 幸好阿嫂聰明 若然不是, 蘇夫人可能成為刀下亡魂 夫人她不僅救了二嫂嫂 還找到殺淑眉的真兇 希望淑眉傳話有知也會多謝她 何東師, 惡死我就知道 但想不到這麼狼死就真的 先拿我包 阿嫂聰明 走, 走, 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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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兩點而已 怎麼走還錢 還什麼錢 快點,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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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什麼事?兩位大哥 他糧錢借了一條桂李債 現在當然是妻債夫償 慢著…我早就丟了柳月娥 我們倆已經不是夫妻了 她的事與我無關, 兩位相干 你別說了 你婆娘這頭借了錢 那頭就被人抓到衙門 我不找你, 找誰? 別亂來 一人做事一人當, 柳月娥找你們借錢 你去監牢的那個問他拿 不要再滋擾他人 盡想我把你們抓回去 給誰費 朝廷命居, 秦少柔 監牢總管紅四 官夫在遠, 拳頭在緊 少爺老公是不是? 不是… 附近有 走… 坐… 極常兄, 你看看是不是如鵝姐 極常兄, 你沒事吧? 少爺兄, 謝謝你 我前妻殺了你的前妻 你依然肯幫我 我… 一宗就盈一宗 那些錢根本就不應該是你還 正如索尼的命 難道又要你去田? 根本就不關你的事 是嗎? 但是說到底 月娥搞到這樣的田地 我都應該負上責任 好, 我不介意問問你 你娘子以前是不是這麼狼死的? 死 當我沒說過 兩位, 告辭先 請問 女人怕嫁錯郎 男人怕取錯妻房 真是天而龍仁 你好像是說我 不是說你 張姐她怎麼樣? 奇怪了 你看這個日子 月娥剛剛偷完幾百罐膠紙 我兩天又跑去借高利太? 你來了什麼?誰叫你來的? 你放心 不是上來報夢給我 是我自己要來的 那你想怎麼樣? 你的債主追對陳貴常那裡 說妻債夫常 是嗎? 等她倆我這麼恩愛 就給她一個機會 對我還債, 一起共和還蘭 那你幹什麼高利太? 等錢花了 等錢花? 你在蘇家帳房偷了幾百罐膠紙 你花很久了 那由窮入奢義, 由奢入窮難 我一向是大洗的 穿的都是零鑼囚斷 吃的都是山珍海味 用的全都是最好的 區區那幾百罐膠紙 用什麼都花了? 你借的只是區區二十罐 剛巧就跟你訂的那塊 古玉的訂金數目是一樣的 那塊古玉要二百罐 你去哪裡拿錢來還完美數? 沒有就到時候再借 再借?我問過那些肉質 他們說你進來的時候 身上只有幾十元錢 高利太的顏色你也不夠還 還有哪有人肯借給你? 那沒有的話 就到時候賭房賭兩鋪 你不停在這裡問, 我身上沒有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把錢藏在地上 你不停地問, 你是不是猴了錢 好, 說說你偷回來那幾百罐膠紙 洗去哪裡, 什麼時候洗 又誰看見 夠了, 刑報都不止你這麼審我 你憑什麼? 就憑我懷疑你作假 你去帳房偷完錢之後 再借高利太這件事已經很不合上你 你是不是有事隱瞞? 你最好快坦白說 我有什麼都說完了 你還要說什麼? 就是因為我覺得你不是兇手 淑明不是你殺的 你是不是傻的? 傻的就看大夫吧 難得我肯認罪, 有物證 已經去定案了, 你回什麼案? 你是不是真的很討厭你四位前陪我 是否不想他沉冤得雪 是否要他死不猛大夫 是否要把我一個傻子放在洗條嫌疑 你怎麼回事?你給我走?走 肉侄有人騷擾我, 還不想他走? 是, 走 走 聽你這麼說 一隻何東獅說的話 都合成合理的 你覺得合理? 合理, 若然要花光錢 最好不過就跑去賭 多少都會輸得全 但是奇怪的是 若然要借錢, 為什麼不多借錢? 借到剛剛夠落地呢? 這個真奇怪 我就是覺得這件事奇怪 三姑爺, 四爺 是 高兄, 搞什麼?有這麼多泥? 是這樣的, 三姑爺 老爺今早就吩咐我們 把口筋移平了他 所以我們就去後院挖泥來填 先做事 怎麼了?有事發營嗎? 高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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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走? 快走 放下他 高兄 怎麼了?有可疑嗎? 送你的致命箱 在後頸被一枝長矮硬的 今天是檢查村造成的 應該要蒸他的筷子 吃太熱了 這樣才能令筷子上乾了血汁溶解 方便我檢查 這血汁是人血還是動物血? 石體 這筷子剛剛蒸完 應該充滿水氣才對 只要我看, 筷子上應該黏著明飯 明飯?明飯是硬的 怎麼會黏著筷子的? 只要用水加熱, 明飯就會溶解 石太醫已經扛認這筷子上尖有的 的確是人血 筷子是從後院挖出來的 筷子的形狀 又跟徐淑薇身上的傷口吻合 那就是說 這筷子很有可能是殺人空氣 極有可能 那如果這筷筷子才是真正的殺人空氣 極鵝的木簪呢?怎麼解釋呢? 我已經查過京城所有買木簪的店舖 最後讓我找到有一間 是有買過一種木簪的 而店主還跟我說 他記得很清楚柳月娥的確有去過買 為什麼店主會記得這麼清楚? 因為每次柳月娥去的時候 他都笑他只是買便宜貨 所以店主想不到為什麼他會光顧他 所以這個店主這麼有印象 但是重點是柳月娥買這支木簪的時間 是在案發之下 如果聽你現在這麼說 原來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兇手 但他為什麼要承認呢? 慢著…好像越說越複雜 我們先說這筷子 這筷子就算真的是殺人空氣 因為他有血跡 但是有血跡不代表什麼 有沒有再多實質的證據? 石太醫跟我說上面還有明白 是明飯,明飯 三嫂幫你止血 真的止血了 老神奇,是什麼? 是明飯 三嫂… 三嫂? 三嫂有用明飯的習慣 三嫂? 誰?二嫂? 是呀 你等我一會兒,我穿這件衣服 很快 二嫂,你…你找我什麼事? 沒什麼事,你之前不是替人 買了杞子和當歸嗎? 我在廚房找來找就找不到 你放了去哪裡? 當歸和杞子? 放在廚房的櫃裡 我生氣了,我帶你去拿 我知道去哪裡了 好啊 我記得去哪裡了 快點收…很快回來 本來我也很討厭當歸的味道 不過喝完之後身體真的變好了 那唯有聽大夫說補身吧 那是,我們女人是要補身的 知道 有什麼?沒有 奇怪了,我明明放在這裡 為什麼不見了? 二嫂,有發現 是明飯的 那這道菜幹什麼? 我來煮明飯的應該是 有血跡嗎? 知道 假設徐熟未,她爬牆進來這裡 然後去了帳房偷錢 偷完錢想走的時候,碰到三嫂 她為了祭祀三嫂告訴我們 於是就跟三嫂糾纏 一直糾纏糾纏糾纏 不知道為什麼要糾纏,進了這房間 然後在糾纏之間 三嫂誤殺了熟未 然後再把屁股扔進敷井裡 然後再掩埋 如果徐熟未真的死在這房間 應該還有蛛絲馬跡的 快點找 是,應該還有…快點回來 好 抽到那個鬼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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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 會不會春花他們放在哪裡 不要告訴我 我去問問他們 三嫂 原來你放在這裡,是不是 對 放在那裡我忘記了 二嫂 你想煮幾碗藥肉湯嗎 不是你 我大妹小妹一人一碗 三姑爺 二嫂,三姑嫂 有沒有見過我夫人呢 小妹今天早上去了春人坊 她又不跟我說話 我回去等她 其實這次真幸虧小妹的機警 拆穿原來是兇手 要不然我真的做了替死鬼吧 二嫂,其實事情已經過了這麼久了 不要再提了 但是我心裡真的很不安慌 月娥和我從小到大 她怎麼看都不像殺人兇手 二嫂,但凡是兇手 她也不會自己承認自己是兇手 但是三嫂 這幾晚我每晚做夢都看到淑美 她的樣子很不開心 好像有什麼想跟我說 我說這樣,接著我就想 如果月娥她真是兇手的話 那淑美還有什麼事要跟我報夢 你說我會不會另有愛情呢? 那你會怎麼做? 我?我打算明天去叢龍寺扶基 希望天天可以給我提示 如果月娥真的不是殺人兇手的話 起碼她告訴我誰是 扶基很漂亮嗎? 是呀,很漂亮的 之前二姑爺她認識了個世外高人 然後老爺本來不相信 不過後來我高人說 我不是真正的殺人兇手 然後老爺就繼續查下去 三嫂,不如明天你陪我一起去,好嗎 好了 我這幾天身體有點不舒服 我不想出去吹風 對了,月嫂 三嫂,這些當歸夠你熬的了 你自己做吧 我看現在頭髮有點尺 我想回房間休息 那你好好休息 剛才我一說她扶基 三嫂她馬上很緊張 然後借點衣就走開了 我一說 照這樣看,三嫂嫂的確很有嫌疑 但是三嫂為人平時這麼溫馴 她對三嫂有千衣百順 怎麼看她也不像殺人兇手 她會不會有什麼苦衷 有什麼苦衷也好,都不應該殺人 殺了人就犯法要填命 老爺,你真的打算要舉報三嫂? 老爺,他們兩夫妻感情這麼好 如果你這樣做 三嫂一定很大打擊 徐崇薇在山的時候謊話連篇 想不到死了之後 對你們蘇家造成這麼大麻煩 現在我兄弟很對不起 不關你的事,你也不想的 三嫂是自己人 月娥又跟我從小玩到大 我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有什麼怎麼做?很簡單而已 兩個字,公道 柳月娥這個人 就算點陰毒潑辣也好 如果他真的沒有殺過人 我有責任還他清白 我勸三嫂自首 三嫂一定支持我 但是如果勸不行 我豈不是要抓三嫂見官? 三嫂會不會因為這樣生氣我? 不管了,應做就去做 三嫂 老爺 老爺,你找三夫人嗎? 是啊 但是我看她剛剛換了衣服出去 無緣無故出去,不讓她知道了 老爺 我不是說她怎麼做到小困山 我這麼做 你怎麼做? 誰就做到什麼? 沒人 你咬什麼?這麼害怕 誰都知道他有問題,就是這兩幅嗎? 最後那兩幅我都說過了 你們是否先放了我二弟? 聶王,如果沒問題就沒事了 如果有問題,我還給你一條絲 不要,你們答應過我 如果我壞了軍前圖,你們就放了他 你人有殺過,屍首有見過,你怕什麼? 都是因為你們,我才握手殺了人 你別胡說,沒人叫過你殺徐淑薇 不過你幸好,黃潤芝做不成替死鬼 又來得到柳穴,你真是福大命大 三嫂 老爸 三嫂,原來徐淑薇真的來殺的 你們倆究竟有什麼關係? 究竟有什麼陰謀? 我死鬼娘只是她的顧婦 她是我舅嫂 打完算盤也算是一家人 至於有什麼陰謀,你沒什麼機會再知道 二伯,二伯,二伯,醒來,二伯 這是什麼地方?我們在哪兒?開門 二伯,不用叫了,他們困住了我們 三嫂,你先告訴我,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是你殺徐淑薇?為什麼? 那晚我在房間畫畫畫得很晚 之後去廚房拿水 誰知道我一出來就看到你在夢憑 剛好淑薇不知道為什麼又在 她看到你很害怕,馬上輸入那間房間 當時我都很害怕 害怕會被淑薇發現我的秘密 我一見李夢恆走了,我馬上回房間 但是我已經看到她,正在看那幅畫 你還給我?你還給我嗎? 你還給我?你還給我 你還給我? 我當半夜沒人的時候 她們把幾條絲丟在井上 然後把筷子埋在後面 你說怕徐淑薇不知道你的秘密 究竟是什麼秘密? 還有,那些山水花要來幹什麼? 對不起,二伯,我不能說的 你什麼不能說? 到了現在還不能說 我和你都被人困住了,不能說 現在不能說什麼時候說? 說說說 二伯,他們抓了我二弟 他們說如果我不照顧他們的分副 他們一定殺了我二弟 我真的沒辦法… 我真的沒辦法不敢做 他們要你幹什麼? 他們有我查探京城的軍事機密 然後中主用了命法畫九福山水花在後面 讓廖國可以了解我們京城的虛實 然後就可以撻動攻打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我也知道廖國對我的大宋 我一向都虎視眈眈的 對不起 因為我和二弟的事 連累了你一整間一天 現在還弄到你這樣,對不起 你別這樣了,三嫂 你也不想的,你也是被迫的 豈有此理,是不是程子財的壞人迫你? 其實程子財只是定命行事而已 真正的主謀,其實是琴操 什麼?琴操? 琴操,他才是廖國世祖的首領 我和程子財只是他的工具而已 糟了,皇上今天終於立琴操為非 好,主人要去見你,跟我出去 你包 約得對大人無禮 蘇大人試試我們遼國的葡萄酒 比起宋邦的更香甜可口 你不用再裝模作樣了 這既然是遼國的細作 為什麼還要送遼國的人心 遼國的瘸骨膏這些真品給我 能夠幫到大人,是琴初的榮幸 幫我?那你捉了我弟父的弟弟 再要脅我弟父做你們的細作 這也是幫我? 成大事者不屈小折 我和大人一樣 都是食君之六,擔君之憂 只不過我們校中的朝廷不同 興本皆人,奈何作賊? 我做的就是為了康復大宋的社職 是做福禮民 而你做的就是侵略我幫,攻城掠地 大宋皇帝昏庸無能 他根本不值得你為他賣命 反而我主紅材偉略之人善任 是一個好皇帝 若然大人肯投靠我們大寮的話 宰相之位,非你莫屬 好一個紅材偉略 就要侵吞我們大宋 這就是一個好皇帝,簡直歪理 我說這麼多都是為了你和百姓好 他由我軍長驅直入 你們只有死路一條 若然大人肯中我們的宰相 以大人的名望,百姓就會不賤而降 到時就沒有那麼多不必要的傷亡了 你不用妄想了 我蘇東波就算粉身碎骨 我也不會背叛大宋,背叛皇上 你死了一條心了 為什麼你要為了這樣一個昏君 作戰自己? 是,我作戰自己,都是我自己拿來的 總比讓你那些凶殘盛聖的遼國人作戰 凶殘盛聖? 我也是遼國人,你覺得我是嗎? 琴操,你到底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你不凶殘盛聖,怎麼去侵略別人? 你不殺人放火,怎麼得到大宋? 你說吧 原來你是這樣看琴操的? 是,因為你是遼國人 還要是遼國人的勢作 你們中原人一直視我們為曼兒 要我們入朝清晨 否則就出兵徵土 你們又不是凶殘嗎? 當年石敬堂將燕雲十六州割釀 被帶寮的先祖 之後你們出以反以出兵爭奪 你們又不凶殘嗎? 這些根本就是你們的藉口 燕雲十六州一向都是我們中原的領土 好,況且這幾十年 我們大宋都沒有出兵你們遼國 無論你投不投降也好 今天我就會擦封為非 之後我會繼續影響皇上 令你們軍神收穫 再加上這幅軍事報防圖 但遼滅宋是只有可待的事 鑑草 我告訴你 我蘇東坡這麼大的人最錯的 就是認錯了你,你很恐怖 我讓你看這九幅圖 是想你知道我們已經掌握宋邦的形勢 你們沒有籌碼了 有的,我們兩國應該是以和為貴 不然西夏就會如人得利 西夏的事不用管你 總之大宋是死佬一條 為何大人你不留下一個有勇之身 為百姓謀福祉呢? 說來說去都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我不想再跟你爭辯 現在你是我們手上 我們要殺你是二餘反掌 你何必這麼執著呢? 總之要我做賣國賊,就萬萬不能 既然現在玉徐針反上 你想怎樣就怎樣,最多就是死 好,你想死,那我成全你 主人,秦少佑突然來拜會 我打法極度也不肯有堅持她見你 少佑,救我 你再藏我,連她也殺了嗎? 帶她回密室 是 把畫撿好 是 主人,秦大人到 秦大人 琴草姑娘 秦大人這麼早來不知道有什麼事呢? 是這樣的,我二舅兄他昨晚沒回蘇家 琴草姑娘你跟他一向相熟 所以我才冒昧來問一聲 他有沒有來過水者納 其實蘇大人昨晚是有來過 不過我當時在外面 當我回來的時候他已經走了 那他有沒有說他之後去了哪裡呢? 我想秦大人無需擔心 今天是立非之日,百官都會出席 或者蘇大人已經回家了,準備一會兒入宮 也有可能,那我馬上回去看看 今天立非之日,不打擾琴草姑娘你了 請自裁,你簡直畜生禽獸都不如 任司作對,你真擅長 男人來下去,只剩幾日子 你再從我塞着火就來,進你把汗 幫我 果然是二舅兄的香浪 香浪又怎會無端端夾在這裡呢 果然是二舅兄的香浪 香浪又怎會無端端夾在這裡呢 為甚麼你們現在還不放我二弟呢 現在盡租了我二伯,你們到底想怎樣 你都畫了那些畫,你沒利用價值了 等著下去見你二弟,走吧 甚麼?你們殺了我二弟? 你們殺了我二弟? 你答應了我 要我畫完那些畫之後你就放我二弟 但你們竟然殺了我二弟 我怎會這麼准浪費罰養他 想都想到了,走開吧 二弟在哪裡?二弟… 二弟… 想救人? 炸死你們 小心點 快走 三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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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爹 對不起 對不起…是我連累了你們整個家 我最有認得 二媽,你千萬不要怪我 我求求你不要告訴我公公 爹,我這次做錯事,我不想他知道 我真是愛他,教你 幫我…幫我告訴我家老爺 我很想念他,我…等他回來 這一塊肉,麻煩幫我交給我家老爺 對不起…對不起大哥 三嫂子… 三嫂子,頂住 三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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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中 三嫂子 抱歉 尋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琴粗, 瘟位, 扎心, 屬臣持功 備知四德之言, 確公久效於位 特策豐為賢妃, 赤居於天和宮 因此… 謝皇上 皇上… 皇上 參見皇上 皇上 琴粗的真正身分是了國的世作 蘇東坡 客風大戰之上是用你胡言亂語 我是有證據的, 皇上 這些畫是用明帆畫的 裡面畫的 全部都是京城附近的軍事機密 一共有九福 策劃這件事的主謀就是禽操 皇上, 事關重大 皇上, 神懇請馬上終止拆封儀式 待查明究竟, 再行定奪 立即呈上 皇上 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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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開 走開 你要殺皇上的, 你先殺我吧 我叫你走開 這麼吵? 你的身分暴露了, 你跑不掉了, 投降吧 我差一步就成功了 不到是被你破壞了 你為甚麼不殺我? 我心裡一直有一個秘密 現在終於可以告訴你了 我很痛 如果我再不說的話 以後就沒機會說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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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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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性別 放棄 你 va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